距离张盈盈失踪已经过去5天了 案件的推进依旧十分缓慢 昨天晚间 FBI宣布将盈盈的失踪定义为一起绑架案件 并将盈盈的信息制作成英文电子海报 公布在FBI的官网上 打开FBI的官网就可以看到 在绑架失踪人口这一栏有盈盈的照片和信息 海报中的信息公布了嫌犯 可能为100人男子 开着黑色的四门轿车以及车的型号 此外还详细描述了盈盈失踪时所穿着的服饰 和其他体貌特征 FBI目前已在全美范围内 对所有的警局发出了消息 并在香槟市区200英里以内的主要城市之内 使用告示牌 公布盈盈的相关信息 伊利东一大学校警的主页也每日更新 关于盈盈案件的进展 学校呼吁更多人可以下载并张贴寻人海报 协助警方提供更多的线索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寻找盈盈的队伍中 我们也看到寻找他的人都在尽最大可能扩大影响力 聚集更多的力量宣传并扩散 今天张盈盈的家人朋友 以及伊利诺伊大学华人学联 共同联名发布了一封倡议书 呼吁更多的在美华人 可以在各类社交媒体转发并扩散FBI的电子海报 或者打印并张贴搜寻通告 此外 还有很多自发寻找盈盈的热心人 用各类途径扩大影响 希望可以引起美国政府层面的关注 中国留学生张盈盈失联的消息牵动人心 截至目前已经失联超过150个小时 联邦调查局将该案件定为绑架案 该案件也受到在美华人和中国国内民众的高度关注 有民众在白宫网站上发起请愿 截至目前已经收到4万签名 我们正在寻找张盈盈 一名在美国伊利诺伊州大学香槟分校做访问交流的学者 最后一次联系到他 是6月9日下午1点30 之后我们曾多次试图联系他为国 真诚地希望美国政府可以多加留意 帮助我们寻找到他 白宫请愿网是奥巴马总统于2011年9月 开始推行的请愿网站 但凡年满13岁的人都可以在这个网站上 根据自己关注的重点议题发起请愿 参政问证 如果在30天以内 可以获得10万的签名 那么总统将会做出回应 当然也会存在不做出回复的情况 虽然未必一定能够得到预期中的回应 但是可以通过这个平台 来扩大影响 协助破案和找回影影 因此我们在这里也呼吁大家 到白宫请愿网上参与签名 虽然我们还没有办法确认 是什么组织或个人发起了这个请愿 但可以知道的是有更多的人关注张盈的案件 并希望通过这个途径获得美国国家层面的关注 并借此注入更多的官方力量来寻找盈盈的下落 目前我们已经得知盈盈的家人已办理了来美签证 并可能最快本周六抵达美国 张盈盈的父亲曾对媒体表示 现在还不敢往坏处想 也没有告诉妻子过多的消息 她想着把女儿找回来以后 绝不让女儿再留在美国了 这父亲真的是有这个提供的好之前 这感判的外国allah 这次离得了都比花 这次离得了 大家叫做老太帝 这次离得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